我做员工的时候呢 其实我愿意坐在员工中间 就是不起眼的位置 当然也不会找一个偏僻的角落 但是我当老板以后呢 我希望员工都离我近一些 我要是做学生 我愿意坐在第一排 因为我往后面的话 觉得会被人干扰 防干扰坐在第一排最好 考试也是一样 然后我要是上班 我会离老板近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样 我可以反应更快 但是我不喜欢坐在对面 我觉得有压力 那么我自己当老板 我当然愿意别人都离我近 这样我可以更快地 跟他们互动 看来大老板的选项是一样的 我会选择坐在B 坐在中间 因为我觉得 太急于表现自己 也是双刃剑 为什么大家都不选C呢 对吧 其实如果是一个长方的桌中间 你坐在边角 这个角的位置 是两个角都可以看到 别人的表情的 如果坐对面的时候 在心理上是有谈判和对抗感 举例 如果对方在跟我谈判的时候 对方有五个人 只要他中间放一个我们的人 他的心理就形成不了合力 你们仔细想 对吧 真正能看到彼此表情的时候 往往都是在角落这个部分 看得是最清楚的 至于说 是不是被老板注意 是来自于你表达内容 而不是坐在位置 其实还真是我 平常是两个人谈话的时候 我不喜欢对面做 我会跟他这样做 这样我觉得是人会比较轻松一点 我以前是选A 无论上课还是工作开会 后来我就选了C 就我原来做A吧 就老让我发言 然后我发的言又不太好听 后来我就选了C 但后来呢 我做非你莫属之后 我一开始是坐在边上 做观察员 我发现大家不冲着我 我们矛盾很少 后来我发现站到这儿来了 没人了之后 我发现矛盾都冲我了 所以可见坐中间是需要勇气的 坐旁边一定是逃避压力 但也可以冷眼旁观的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位同学选A呢 其实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孔雀型的人格 就是他热情 乐观 表现欲强 但是呢 其实刚才有些细节也表现出来了 他经常会有跳跃思维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细节 还有一些细心的方面的工作 我们回到他今天应评的岗位 市场运营管理 来 大家有这个岗位的 有什么问题要提的吗 是哪个品类的 市场运营管理 就是偏管理类就可以 不是 就是 哪个行业 就是管理这一类 必须你能够有 这样 就是说你说到管理这件事 就会涉及到计划 组织 指导 控制 问题是你拿什么指导人家的问题 因为我对这个不算太了解 对什么行业感兴趣了 行业有考虑过吗 行业就是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 或者是互联网也可以 你没做过金融行业 没有 你为什么想做金融行业 因为现在金融行业比较火吧 你说你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奋斗终身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对 我感觉就是 做一件就应该做一件有意思 燕边 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爱说空话 有没有那种感觉 谢谢您指点 应该是有 我觉得他可能是那个瞄准的是不够 他比较随机 对吧 比较随意而已 我觉得你还是做销售开始吧 既然你也可以放弃 受医的那么好的工作 练家这个业绩那么好 你也不做 我宁愿以三千开始 是说从头开始 那你索性就从销售开始 会不会给你留灯 我就不知道 请谢谢涂刘老师 来 第二轮选择 去过来 还有三转争 说西莫给你是太原的岗位 就是西莫智能家 业技能所 事业部的理论员招商扎盟专员 我们行销教育能给到你的是 市场加盟的专员 他就给你的岗位是招商加盟 经理助理 接受系统的培训之后 期待你成为优秀top sales 对这个新手满意吗 满意 你可以提一个问题 我入职就是一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之后 就是这三个阶段我都在做什么 你在一家公司都没待过六个月以上 你问这个我都觉得好笑 我也觉得那时候你可能都离职了 因为你是个不稳定的一个求职者 说到这一点啊 正好找到这个机会可以聊下 这个据科学数据统计证明啊 女性的这个就职的稳定性远远高于男性 而且对于企业的忠诚度也高于男性 这是有数据证明的 这是为什么呢 归属感 因为男性的他本质还是希望能够自我实现 所以外部有 但凡就是大的机会不大的时候呢 他就就努力的往外跑 女的部分 他是受牵制于喜欢的那个小环境 如果往往离职的前 就是前半年都是跟他的小环境有关 他待了一年才会想他的生涯规划 我觉得这个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啊 对男人压力非常大 他们都肩负着更多的需要去开创事业的一些期待 尤其在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行业 男性的这个流失率非常的高 而且这里面有创业机会多 外界的诱惑又大 这里面都偏男性 男主外女主内 为了孩子老婆啊 男粉只要酷 没有办法 只能不断地去 一通过自己的称赞 二通过跳槽去实现自我家 我觉得现在给女性的机会 很公平跟男性一样 所以我认为女性也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他们可能也是不管不顾 其实我在工作中 我也愿意跟女性工作 因为他们真的不是眼高手低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既然如此 既然女性的这个职场稳定性比男性高 而且女性因为生理原因 在职场上为家庭 为事业付出的这么多 我们更要善待女性 更应该给女性更多的爱护 和女性员工更多的空间 好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 有没有薪资超过五千的 炸到两百吧 五千二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你考虑十秒 是否愿意把黄吉明 代替这两位当中的 你的选择是 不愿意 我真的是觉得 就是说你是学 那个那个兽医的对吧 并且你一开始的初衷是很好 家乡有这样的问题 你要去治这个事 那你看你后来每个地方干三个月你就走了 每个地方干三个月就走了 并且不逻辑 对吧 你是想挣钱 你还是想事业发展 什么都没有 现在到这来 三千块钱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 你们为什么要花这种精力去招这样的人 这种孩子应该让他回去好好想想 赞成你说的 我也觉得 好吧 听一下这些教训吧 有的时候我真的我也读不懂你 因为你跳跃行太快了 接下来你到底选谁也是一个谜啊 你考虑十秒钟 做出最后的 情帅教育 咖啡之一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你看 想不到吧 谢谢再见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 这个是他成长的开始 来 谢谢 谢谢 再见 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找准方向 然后继续前行 给上以来 后 tap 不要 需要